唧唧唧唧的 当时坚持我的摇满梦乡 少是3,77 最近就是这样写的 很生气吧 给这些女孩穿上衣服 谁送的呀 是生存是死亡 我吃了刺上 怎么这么吐啊 什么吐了 气满都这样 怎么了 下 Change Imagine 吧 适合 我们上学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长的裙子 现在呢 短的不行不行 多短 是去上学吗 昨天就看了有一个高中商 比这个还短了 在这儿这样走路 冬天的时候呢 就这样子的 你看我的校服怎么样 老公也上过中学呀 多新鲜 教会为什么挡住了 太优秀怕吓着你 是不是怕给你们学校丢人呢 老公园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上学的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 看个中国和韩国有什么区别 猜对方的东西是什么 你都准备了什么东西 文物 你家还有文物 学习的东西 那个叫文具 文物是啥 故宫看的那些都是文物 哦 那我先来吧 那个安娘 口香糖 你怎么知道呢 小时候也有 这不达底卡吗 哦 太简单了 这个我觉得你可能猜不到 戒指 会这么简单吗 不知道 缝衣服的时候 用那个针扎进去的时候 拿它戴在这个手上 往里边一顶 顶针 为什么扎不进去呢 万一那个布比较厚 不容易扎透 什么 智慧 这个你肯定不知道 电子宠物吗 哦 这我觉得你肯定猜不着 说这个椅子差不多高 练武术的 放放放放 这个是脸盆架 洗手间洗了不就行了吗 过去 大家住在一个楼里 洗手间是公用的 家里边蹲在地上洗啊 不得有个架子吗 现在的洗手间 跟我小时候的洗手间一模一样 你的意思就是你年轻 是不是这一个 是我小姐比我好呗 我小时候用脸屏架 你小时候用垂垂器呗 这不是扎头发的吗 哎 怎么知道 再来 给这些女孩穿上衣服 怎么穿呢 芭比娃娃的二地板 贴上去 我太年轻了 生活在现在这个 你什么都知道 但是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你就用了奇奇怪怪的东西 结果我不知道 冲芬体 洗衣服的 我以为您生下来就用洗衣机的 看过 书上介绍以前古老的人 用这种东西 不过我去中国的时候 想买那个 买它干嘛用 你气我的时候我就用它 这个你应该不知道 这不是橡皮吗 啊你 我太现代 这种人肯定也猜不着 玩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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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怎么会知道呢 电视上看我 乐器 咚咚咚咚咚咚咚 拽着一个绳 它在中间 转门转 啊 叫什么来着 那个那个山竹 饿了吗你是 空竹 对 接下来呢 开中海名人 我先给你开一个中国的体育名人 娜娜吗 不是 亚洲的 网球女生 她全名叫什么 娜娜 她叫李娜 李娜 李娜 娜娜 昵称都出来了 中国人肯定都知道 李香 不能因为我告诉你一个姓 她都姓李 还不是叫她详详呢 流行 流行是干嘛的 知道吗 跑步吗 哦 我知道 高 高 挺高的 哈哈 高尧 高少松 刚才两个都猜的是名 为什么这个突然猜姓呢 她姓姚 啊 姚明 篮球选手啊 国际 这个呢 就给你得分的 这个不是朴志兴吗 球反更 真的 其实我是知道的 朴志兴应该是曼联的那个对徽 疏忽了 再来 韩国女团啊 我看着都差不多 少年时代的前辈 S.E.S 那日迷得 Chukir 芭蕾 这个 这不是HOT吗 哦 对 首先排出法 不是宋慧桥 不是全志贤 不是 IU 不是云儿 不是金喜善 这谁啊 金喜善 我有点脸盲 除了看你以外 其他的女生我看着都差不多 你的嘴还算行吧 这是我们童年回忆啊 葫芦 葫芦 这歌你怎么会唱的呢 终于结不香 唱了这首歌 所以我这名字有点差 其他的还是挺那啥的 咱们呢就看看这么多照片 人家小时候的 咱们得看看咱们的小时候的 这个桶的岁数比我大 100岁的 我长寿的 100天的时候 100天的时候 你怎么黑白照片 多大了 我有彩色的 这不彩色的吗 100天的照片那么重要 为什么拍了黑白的 艺术 黑白想体现出艺术知道吗 这个我还有交通工具呢 你为什么要穿了长头袜子呢 暖和 我也有交通工具 你看看我上学的时候 找找也没有很好看的照片 看 初中的时候 当时特别喜欢自然 跟恐龙的合影 张青雅雅 对 更清楚一点 青春期的时候就特别的叛逆 留个长头 跟现在差不多 就胖了一点点而已 这个离现在已经不到20年了 其实没什么变化 保养到还不错吗 包括你看我这个发量 还是可以的 有什么秘诀吗 从小不乱吃零食 碳酸饮料也喝的很少 特别注意养生 怎么感觉跟大叔说话呢 很多人就像你这样 觉得好像养生是老了以后才干的事 但健康 活力 皮肤 发量这些 它是不可逆的 你不可能等到老了之后 繁老还童 你得趁年轻的时候去延缓你变老的速度 比如这些年 我一直在喝你推荐的正观庄的 恩真源红山饮品 现代人的生活压力比较大 毕业之后工作之后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 这个时候人就需要一些补充 你喝一些功能饮料 它可以短时间让你不困 但是不能够长期的帮助你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或者精神状态 然后像那种红山饮料 它就比较自然和柔和 前一默化去影响你的身体状态 加班熬夜的时候 可以喝一个这个 出差的时候这种小包装 带着也非常方便 红山产品 韩国美价挺都有 Kyomi也想喝呀 想要的话可以去评论区留言 如果运气好的话 分给你一个 好不好 快去吧 记得三连啊 对是我们家也有 双十一正好搞活动 还有这样一个礼盒 送礼的话也很好 但是老公啊 我们不能只注重外貌 得看思想 小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想的是什么东西 日记很多找不到了 这个是我的一个本 你怎么用这种本呢 我就喜欢红山 谁送的呀 好像是我妈送的 这个应该是我初中时候写的是诗诗歌呀 诗歌吧 不清楚为何进入 不知道怎样退出 决定的权利并不在我 是谁把我作为赌注 诗的名字叫游戏人生 有过赢有过输 有人左右我的路 选择进选择出 其实一切都是虚无 我年轻时候都想什么呢 是生存是死亡 是日夜无言的感触 如果一切可以重复 我会选择更好的路 但人生没有进度 不能像游戏那样存储 还挺有哲理的 老公 你想说都干嘛了 这个是我写的日记 私密的角落 不能给别人看 其实这个时候完全没有理由去写一些文字 也想过是否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去结束这一切 我只要刺杀了 老公你干嘛呀 人的一生充满意外 就像人的出生本身就是一个意外 为什么我要来到这个世界 我来干嘛 人的一生充满不幸 其实这个开始本身就是一个不幸 我小时候都想什么呢 如果我没来呢 可能会更好 实在是可能不下去了 我差点在我初二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听了中国话 至今就是这样写的 很生气吧 小学年纪就开始有了缘分 和中国的缘分 除了小学的以外呢 我拿的都是小学 小学毕业之后就再没写过作文了是吗 文学的巅峰就是小学一年纪 后来就再没超越过 这是二年纪的时候 文学造纸看看进步了多少 我生日前两天 就没到生日写一个日记 你这不是日记 你这就跟结婚出来写那个礼金那单子 小娃500 小赵200 小礼 送了一套庞上用品 小赵人没来 但是东西到了 你这 生日前一天我说了 明天终于是我的生日了 爸爸呢 给我准备了各种美好的装饰在家里 从小就是特别看重这个生日 懂了吧 知道了吧老婆 小学三年纪的时候呢 经常跟朋友吵架 今天跟谁谁吵架了 我跟谁谁谁吵好了 我先跟他说话了 因为爸爸妈妈说 先道歉的人是赢家 今天是我赢家 我就这样想 这文学造纸 这就一直没提升上来 一直就流水账 但是日记应该是这样子的 三年级开始已经特别喜欢衣服 5月21号题目是 连衣区 5月8号韩国的父母节 5月7号 几年级啊 还是少是三年级 文学作品高产的一个时期了 父母节我准备了礼物 写一封信 老实说 写一封信比礼物更好一点 换来了什么连衣裙蛋糕 对 就是空手 老外郎这件事 从三年级开始 郑小珍就已经核心应手了 小时候太可爱 单纯的女孩嘛 还有跟朋友之间写的信 高中的时候 最后一个环节呢 如果能回到中学时代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不要看别人的脸色 更自信的 大胆的 你想做什么呀 当时没错 比如说想当爱豆啊什么的 我那时候那个了 就当少女时代了 那少女时代早就凉了 你呢 如果能够回到中学 我最想干的事就是 一定要去一趟韩国 找到张晓晨 提前认识一下 挺感动的 那么早认识我干嘛呀 对你说 以后没事别来中国留学 放过一个无辜的少年 第二道题 如果回到18岁 当时你特别不在意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 还重要的事 对自己身边的朋友 更关心一下 当时对我来说 学业更重要 不怎么保持联系 成功最重要 失败之后才发现 哎呀朋友还很重要 但是呢 我的性格呢 有一个最好的朋友 一两个就可以了 我特别支持你这一点 真正能够成为朋友的 不管过多的年 都会是朋友那种 那你呢 我觉得那个年龄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学习 对于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 可能成绩好 真的可以改变更多 如果回到小时候 见到当时的自己 只能对他说一句话 会说什么 我可能会说 早点买房 健康最重要 不过我觉得 要真的回到小时候的话 跟当时的我说什么 当时的我都不会听的 对当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都要自己去体验 爸爸每天给我老大 没用 哎等会了 我的鸡汉呢 原本就好 无论 是 我爱你 我爱你 感谢观看